大家好,我是老皮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道蜜汁排骨 那我們先準備一鍋冷水 先來汆燙排骨 我們用冷水汆燙排骨的原因 就是要把它裡面一些雜質 跟那個血水給逼出來 這樣子你煮出來的肉才不會有過多的腥味 那我們等水滾之後就可以關火了 排骨撈出來 那我們先把它洗乾淨 洗乾淨之後就可以開始熱鍋了 要先來煎這個排骨 那溫度到了之後就可以下排骨了 把它煎到表面金黃 那基本上這些排骨都上色之後就可以開始下一些醬料了 米酒 黑糖是為了要讓它上色用的 醬油 醬油 醬油兩匙 給它翻炒一下 那加一點水 給它燉到入味 好,現在看一下收汁收得怎樣 這樣 這樣差不多了 再來加入蜂蜜 加入腰果 等到醬汁收濃稠之後 白芝麻 翻炒一下就可以起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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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炒一下 答請 都給不� rà